感言部份 第三层 即智性所 全以色列只有大祭司一人有资格进入 正好对比新约时代 最终能够成为辛苦的人是极其稀少 甚至全人类历史里面 总数都不超过一千人 《入环牧师》亦曾经为大家分享过 外院、性所和智性所 分别代表影仪、镜中影像和物件的真相 亦代表平面、立体和四维立方体 当人在信仰上达到大祭司的程度 就好像进到四维立方体所代表 超时空的时间流之外 得着时空穿梭的能力 但是人是如何进到时空穿梭的领域呢? 答案就是坚担责任 例如一个人如何进到外院呢? 在旧约标准 当一个人成为了以色列人 并且从家乡攜带母瑕疵的牛羊 作为祭物献给神 这个人就可以进入外院 对比一个外邦人 只要愿意相信主耶稣这一只无罪羔羊 接受他曾经为自己成为无瑕疵的赎罪制 神就会预纳这个人成为基督徒 随后当他愿意受证 并以神的话结证自己的行为 对比旧约就是使用洗作盘结证自己 这个人就有资格成为神家中的人 教会的一分子就是基督的身体 成为建造圣殿的活石 所以假如人要进入教会 就要兼担一个责任 愿意信主得救 受证和活出重生的生命见证 才可以真正进入外院的领域 而第二个层次圣所的领域 即同女侍奉者的领域 又需要兼担什么责任呢? 好像祭司要进入圣所 第一个资格就是要成为利美人 所以要在教会中成为侍奉者 是需要被神呼召 而不是人凭着自己的血气去侍奉神 即所谓自己呼召自己 而第二个资格是要穿上祭司袍 代表一个整传的侍奉态度 包括了圣洁和公义 兼担外院和圣所家师所预表 和祭坛和洗作盘的侍奉 包括大人信主 教导初信在日常生活里面 为自己无意的过犯认罪 献属牵制 帮助他们受浸 融入神的家 洁净自己的行为 以及帮助初信进入圣所的金灯台取火 燃烧童祭坛的祭物 代表童女要带领初信走进神的时代计划 这就是祭司在外院的室外工作 室内方面 侍奉者亦有更进心的侍奉范围和责任 就是圣所里面室内的陈切饼 金灯台和金香炉 陈切饼代表将平信徒难以消化的神的话 Logos和Raymond 设成小块和磨碎 造成容易消化的饼 除去外间所有劣质和有杂质的教导 即除掉当中的酵 所以这十二个陈切饼是无酵饼 成为平信徒日常生活里面生命的粮 这就是每星期的主日和加聚信息 并且旧日里面的陈切饼需要每星期更换 代表侍奉者分享的信息 不可以重用旧信息 而是每星期都有新鲜的Ramer才合格 金灯台方面 代表全本圣经六十六卷 即同旅级数的侍奉者要学会六十六卷圣经 作为日常生活研读的目标 不可以对圣经一知半解 并且金灯台的上面有七盏火灯 代表七灵 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以圣灵的能力 智慧和谋略带领教会 而七盏火灯在金灯台上的意思 是我们要按自己的成长程度 从神的话 由一盏至七盏灯的级数 找到神在这个时代的方向 带领同计划 例如初阶同旅 只有能力的灵去医治病人 或者知识的灵去打开世上的迷 但是终极的同旅 就要有齐七盏灯 所以作为侍奉者 所有教导和带领 都必须是基于圣经 不可以偏离 金香炉方面 代表带领会众在聚会里面 一同以心灵诚实敬拜神 所以 负责带领会众敬拜赞美的侍奉者 就是圣殿里面的金香炉 带领会众进入神的同在 所以 按照会莫的原则 如果要成为同女 就必须兼担旧约外院 和圣所家师所预表的工作 才可以成为一位合格的同女 来到第三个层次 四维立方体的智圣所 如果要进到这个层次 要兼担什么责任呢? 首先 大祭司要穿上整件大祭司袍 除了祭司所穿的内袍和外袍 还有双了十二粒宝石的胸牌以忽德 两块肩膊石和圣帽 要成为可以进入智圣所的大祭司 即达到身负的标准 当然要有齐大祭司所穿的衣服和装饰 即胸牌以忽德的十二粒宝石 所代表的十二种信仰质素 这十二粒宝石的意思 日和牧师祖在天国 比喻信息十二粒宝石行列里面 为大家详细分享过 此外 日和牧师祖在家序信息祭司袍里面 详细分享大祭司也要有两块肩膊石 即由大代表的赞美 和约失代表的政权 意思是 以赞美的态度和神的权柄 带领回众走进神的时代计划 并且代表天的四封的圣母 即四马的属天啟示 智圣所唯一的家师就是约柜 约柜顶就是施恩座 代表神的宝座 所以要成为可以进到智圣所的大祭司 就要拥有可以穿过玻璃海 坐上神时空穿梭的宝座的能力 藉着神赐予油和牧师有关玻璃海的启示 并且举行雪的聚会的能力 足以证明石安教会已经合乎资格 得着施恩座 约柜里面的三件物件 阿伦法牙开花的像 两块法板和金罐马那 当中 阿伦法牙开花的像 代表死人复活的第三条路 神最后复还的权柄 就是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 两块法板 代表神将所有真理的奥秘和规章 刻起人内心的心板上 金罐马那代表神隐藏的Rai Ma 能解开所有千古之谜 和神隐藏的名字Alef Tav 藉着天马座行动至今的所有共同信息 已经证明石安教会拥有这三件物件 成为合资格的永恒辛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